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小贝 今天是四集情愿节 是中国情愿节 我今天就给大家做一个 百香果木瓜蛋糕 首先做蛋糕的材料 有鸡蛋 这个是低筋面粉 牛奶 牛奶三分之二瓶就可以了 要纯牛奶 还有一点点的一克的泡打粉 现在我先把面粉倒进来 还有这个泡打粉 鸡蛋我就打开 我就用这个瓶子来吸这个蛋黄 如果家里有那个鸡蛋器的话 就方便多了 可以了 可以了 放白糖也是 要这个白一白 就这样倒入这个牛奶 就这样倒入这个牛奶 调姜的时候不要太稀 像米油一样就差不多了 搅拌好了 搅拌好了 我现在开始打这个蛋白 这个蛋白很费力的 就这样打起来爆爆 然后再加一点点的糖 力气打发 再加一些白糖 再一起放一点点白糖 反正每一切都不要放太多 就只要我们放这个白糖 给它更容易打发 打到就这样 它不会掉下来 就证明这个蛋白已经打发 可以了 为了除掉这个蛋腥味 加两滴这个白醋 这个盐不要放太多 放这么多就可以了 放进来搅拌的时候 不要刚才那样搅拌 要从上根下 给它这样 就这样可以了 现在我就把这个蛋糕 倒进去咯 就这样可以了 如果家里有那个电饭巴的话 就是一按煮饭键 然后就用一条毛巾 来盖住这个密封的漏气的地方 煮就可以熟了 这个蛋糕 我现在就过来想 这个水果 这边有樱桃 哎呀都是太熟的太透了 一碰就掉了 然后去加一把香菇 还有去加一把香菇 搞定 搞定 哇你看 整杯下雨了 倒去黑妈妈的 现在的天气一时一样 我现在就开始把这个淡奶油打翻 打发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这蛋糕已经熟了 现在蛋糕已经凉冻了 我要给它抹上这个奶油 抹奶油一定要给它凉冻的才可以抹的 不然这个奶油就会溶掉的 就这样抹奶油了 因为家里也没有做蛋糕的那些工具 所以就将就一下了 好了 上好奶油了 我就要放这个木瓜 上完木瓜之后 好我就要放到这个白香菇 因为这个奶油是甜的 所以我要加一点白香菇上去 酸酸甜甜 OK就放这么多了 这个就是我今天做的白香菇木瓜大糕了 是不是觉得很可爱啊 其实情人很可爱 生日快乐 愿天山有情人终成见熟 祝大家开开心心 像这个蛋糕一样甜甜蜜蜜 又吃蛋糕的感慨过来 我们上期再见 拜拜